Leo聊世紀天梯龍克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哥德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次旁邊才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九點鐘方向的哥德人 Hera選擇的文明是哥德 哥德人的特色是他吃野豬 跟這些野生動物的吃的時間更久 而且對野豬的傷害極高 一開始就會研發織布技術 然後去拉一隻村民去搞對方豬跟鹿 當然這個打法比較沒有那麼多人用 但是在一些想要擴大自己的優勢的時候 可以考慮用這個能力去搞 當然這個也是集齊吃對方的地形 跟自己的偵查的功力 而且通常去搞事的話自己也沒有辦法推入 所以哥德人通常打法還是正常開局會比較常見 獲得比較多的肉類在城堡時代 或在黑暗時代按些棒棒肉馬會比較適合他 那個哥德人他可以打馬功也可以打火槍 後期可以打大量步兵加上大洛馬的組合 都是很適合哥德人的後期玩法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的特色是每研發一個科技時會獲得20塊黃金 而且西班牙人的火槍跟火炮攻擊速度更快一些 他的大洛馬的遊俠也是正常的三攻三防 前期打西班牙征服者後期打遊俠 是比較常見的西班牙人的自勝方法 西班牙人後期也可以打劍兵勇士跟槍兵 做一個組合也是ok的 後期的僧侶有傳教士的功能 加上銀罐異端審判 可以讓傳教士的招翔速度更快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地圖方面目前看起來兩邊的黃金是比較尷尬的 都是偏靠錢的 但還好這個主金還蠻舒服的 偏後方一點 但是要圍出來的話還是要這樣子圍 稍微圍進來 他把這個支援點給圍好才行 那右邊的部分要直接大圍了 直接圍到底 圍到底圍到底 圍到底圍到底 好這邊有魚池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位 欸Vox3隊的西班牙人 會不會在這邊開魚池啊 這個角落開魚池 我覺得這個Meta好像要復活了 這個阿拉伯的魚池怎麼感覺越來越多啊 是我的錯覺了 之前好像沒那麼多喔 好那現在 HERA的地圖看起來 跟西班牙人差不多 都是黃金靠內 而且都是蠻好圍的 這邊甚至小圍也沒問題 這樣子圍 好那後面的地方就直接圍到底 這個時候再留在外面沒問題 那黃金的部分 比西班牙人這邊好很多喔 一個主金靠錢一個在左邊 還沒問題 那問題是呢 HERA這邊的墓區喔 比較尷尬 只有兩片墓區可以用 那這兩片墓區被空下來喔 可以被宣判死刑喔 所以這邊HERA一定要打兇一點喔 把自己的墓區給拓展出去了 可能是要往右靠會比較適合 往前靠的風險都比較高 但往右靠的話 又是理對手很近喔 這張地圖對HERA來說是 極為考驗的喔 好那HERA這邊是 沒有打算要打棒棒開局 病的部分還沒有補下 好對手過來偵查了 看一下你家 欸咦咪咪咪 什麼都看不見 好補了一個巨銀 看到巨銀 攔截羊 把這個羊送回去 好再回來進來看一下 OK TC在那邊 好房子 好再稍微繞一下 西巴人這邊槍病已經乾了 那肉馬也是喔 好這邊可以看到 這隻肉馬還在溜 HERA的視野 已經看到對手已經來偵查完了 但自己對他的了解還並不夠多 不知道對方是走什麼樣的開局 但十字八九都是肉馬開局 那一定會先按個槍兵防守一下 OK按一隻槍兵防守 沒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 世紀帝國 不太 跟什麼星骸真巴比 這個偵查 其實 在前期 不是那麼的 那麼的 緊湊嗎 那 星骸一個沒偵查到就去了 但是 世紀帝國呢 前期的 比較難防的就那幾招 只要按個槍兵 十之八九 就可以防住快攻 然後後面轉個毛兵 基本上就守住了 你也不用去偵查 他到底有沒有下出現場 當然是有先偵查到之後會更好 但是 其實 你只要先預判對方每一場都是肉馬開局 先按一兩隻的槍兵 都不會太虧了 好 那對方轉射箭場了 Hera這時候還沒有看到 還沒有看到對方轉弓兵 Hera家裡的部分 還沒有去點下射箭場 那這邊就是屬於沒有偵查的部分 當你沒有偵查的時候 你不知道對方圖裡是賣了什麼藥 這就會很難打 但是對方呢 是走弓兵路線時候 也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成形 你就算繼續走 弱馬路線 也不會太差 因為你的弱馬 只要點下品種 一工一工 你只要量夠大 也是能戳得贏 這個對方槍兵跟工兵的組合 這就是C帝國封建時代 最強的單位 但是升級方面 就會比較有壓力一些 好 那這邊 目前沒有打算要大開戰 好 直接拿了一隻村民 槍兵也可以拿下 OK 這一隻要直接硬打了嗎 繼續硬砍 但是村民有夠多 手撕肉馬 HERA這一波是不是 衝了呢 有點陰藥 肉馬送光 那就尷尬了 我們剛剛才說 HERA他可以用肉馬 數量夠大 就可以點完這些兵 現在尷尬了 一定要補射箭場 這果子可能 有點難受了 先拿到兩村優勢的HERA 這邊還在偵查 看一下你在幹嘛 點逼工場了 有一擊射的話 村民會很難受 這裡可能要再補一個房子 木牆點掉 好 左邊 開始拉木牆 唉唷 這一村拿下 搞定了 好 這裡要小心 點一下 再點 繼續點 OK 把對方的兵給逼走 那接下來 HERA 現在要考慮的事情 要不要 去轉這個 城堡時代 毛病繼續按 OK 不用停 現在就是純資源 不要去按肉馬就行了 OK 這一波工兵處理得差不多 HERA其實打得很好了 但是這個肉馬有點硬要 直接硬吃 OK 結果槍兵沒做到事情 HERA這邊有點失誤了 槍兵做不到太多事情 就尷尬了 好 但沒有關係 現在工兵只剩下一隻 壓制力其實沒那麼強大了 好 毛病要不要再補個幾隻呢 還是要賣食物 好 賣一下木頭 有沒有不是假 把這個爆木頭了 好 點掉兩隻 毛病 這隻攻堅手也要拿下了 好 西班人率先點下城堡時代 這一場已經成功擋住了 好 500多木頭存起來不賣掉 待會上城堡時代 可以直接補下3TC 那要打什麼路線呢 這個木頭有點多 所以說打工兵的話也不是不行 畢竟他的二級射是正常有的 還是找一個戰毛兵防守呢 就先按毛兵補一下 然後點個戰毛兵升級 再搭配奴炮生旅防守對方的工兵加騎士 但是對方的西班人他是不能升級工兵的 所以工兵路線是不會有 但是可以防守他的馬功 或是防止他的西班人征服者 所以西貞加騎士這個打法 喝的人只要轉出戰毛加生旅 或者是重裝長槍兵就可以守得住了 好西班人這邊點下了二級射 還有攻刑具 果然是走馬功啊 那通常打西班人的馬功 我看到的比賽的勝率都不是非常高啊 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就是看起來勝率是不高 但是他確實比這個西班人征服者更省資源 而且出關時間更快 畢竟保兵單位一定還要挖出一棟城堡 才可以量產自己的兵力啊 但是馬功都不用 第一時間就可以來弄人 但是時間一打久了 西班人的這個馬功優勢 並不會有太多奇怪的加成 那例如防禦加成 或是傷害射程加成 或是攻速加成 高打滴這些的 或是免費的科技都沒有 所以西班人的他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火器部隊 加上騎兵路線會比較適合 那遇到對方打這個毛兵的時候 直接前線補工程器製造所 按個奴炮投車 應該就可以攻得進去了 那HERA這邊可能就要轉出生旅科技 救贖思想 開始去用這個475去防守 前期的對局可能就會走向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裡點了一村 毛兵過來 看到有點害怕 那奴炮 不是奴炮嗎 是頭是車 來了 OK 那現在騎士過來想要砍這毛兵 就被勝率給逼退 但是這裡勝率不想斷著想 結果被馬功追了上來 一發射死 漂亮 這邊西班牙人開始在秀操作了 好繼續丟 毛兵暫時沒事 毛兵灑了更多農田 博人工程器製造所 決定要跟你對丟 果然最近點 這個救贖思想的頂尖玩家越來越少了 這個出場的次數 這個閃 這個操作看了頭有點暈 這就是HERA的視角 一直把這毛兵收到城鎮中心裡面 去換掉對方的投石車 投石打戰毛 結果被戰毛反殺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手術 太狠了 畫面有點暈 哎呦 又點掉一隻殘血的馬功 這個細節 太會了吧 用一隻隻戰毛換一隻馬功 而且那隻戰毛還沒死 OK投石車 有點卡人口 快補房子補房子 投石車現在卡住出不來 先點村民 好直接把村民點死 再賺一村 好這裡趕快 再放出來 秀一下城鎮中心 但是西班牙人你怎麼慫了 先繼續打吧 或是先拆掉修道院 都是一個不錯的想法跟策略啊 但是當繼續打下去 經濟可能會落後於HERA HERA這邊的村民術開始補起來了 4TC繼續農 好手推車也已經補下了 現在西班牙人才在點輪軸 經濟開始有點落後了 好這裡就是分水嶺啊 經濟的分水嶺 到底西班牙人會不會在這裡被反超過去呢 投車複雜一下結果換掉 HERA這個預判不是右鍵 而是有TD版預判成功的 好再預判一下 但是沒有拍到這裡提前攻擊 先點了村民村民生三滴血點掉 漂亮 但是也損失了三隻佔毛代價 但是後面投車直接補了一個傷害 漂亮漂亮 好馬功過來補掉投車的血量 那現在兩邊交換之後 西班牙人開始有點劣勢了 開始有點劣勢了 經濟方面的部分 現在多了一個手推車 HERA經濟會越來越好 但雖然兩邊村民是差不多的 但是4TC跟3TC的差距喔 還是會越來越越差越大的 如果西班牙人這邊再不轉出一些 村民或是錢壓寶的話 烈絲會一直擴大下去喔 所以這裡一定要壓寶喔 但是他石頭挖的有點慢喔 現在才9個人在挖30分鐘 還沒挖出一棟城堡 呃這個就是顯然是西班牙人的 司書了 書書 我來壓寶了是不是 早就來了 抱歉我想說 這個時間點應該是要來壓寶 結果沒來 結果他早就已經 蓋了城堡的地基阿 搞錯了搞錯了 誤會人家喔 OK 那西班牙人打法相當正確喔 這也是他能爬到2450 還是2500分的實力的關係嗎 觀念相當正確阿 好這個城堡 好點了一村兩村 三村有機會嗎 沒有辦法 誒誒誒誒卡住了 死去了 這邊村民被拖了三吃四村 但點下地龍時代 家裡趕快挖石頭 待會這裡可以補一根城堡 巨頭開拆 好喔補在前面了 都已經挖出來了 這不會是世界冠軍等級的人物阿 總是提前我們 預判中的預判阿 壓寶時間都是非常非常早的阿 好那兩邊都順利點下帝王 西班牙人3TC 哥德人4TC 但是第四個TC要被拆掉 那這個TC拆掉之後 經濟就可以補戰了 西班牙人經濟可能會反超哥德了 那可以看到HERA經濟現在是 領先大概800支援了也其實並不多 好這個抖動進來直接村民把費 13隻村民在裡面瑟瑟發抖 哇塞一隻兩隻 戰寶兵來了趕快來救援 兩隻馬弓再繞 這裡沒時間蓋房子溜了過去 好再點 一發一隻馬弓 OK但是HERA的村民術也是稍微損失了一些 好緊張好緊張 結果這邊也損失了一些村民 現在107村 再上103村 差距5村了 還在掌 HERA這邊在控戰矛 跟錢壓經濟寶 好哥德貴隊登場了 繼續抽屍趕快按 哥德他後期也是有火炮的 所以這邊要看一下HERA要不要先投資化學 剛講完就點了 話每次都還沒來不講完他就先點了 可惡 預判他的預判 他預判了我的預判 還是他預判我的預判 我不知道就是他預判了就預判了 總共也就是他預判了 OK右邊這邊兩隻各的位隊往前走 先看一下路 看一下前方有沒有阻礙 好看到前面什麼都沒有 這個城堡居然也沒有人想要控 控這個石頭 結果他待會就要知道 到底有沒有會控這塊石頭 有空 西班牙這邊打得漂亮 三村 四村 四村 OK四村沒問題 好家裡的同時測問題 中庸戰防兵搞定了 HERA現在有點忙 化學補下 工程器製造所 補在哪呢 家裡後方嗎 這個 好現在有點缺木頭 應該西班牙這邊化學只慢了10秒鐘 所以兩邊火炮大戰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先投資了重裝長槍兵 而不是火炮 剛還是還是有所提防 想要知道對方到底在幹嘛 看到對方已經開始在爆馬了 所以還是要先轉個槍兵了 OK這裡清奇兵 數量有8隻 但是大羅馬依舊很貴 500肉 600黃金 沒有槍兵 巨型投資機要直接被手撕 村民 收進城堡裡面 放出來 修理一下 但是操作不是很順 還是被吃掉了 OK順利拿下兩台巨型投資機 這根殘寶即將被拆除 ERA現在是非常劣勢的狀態 好 但西班牙人進攻也沒有停止 還再繼續猛攻 那幾隻肉馬已經賺到了自己的身價了 賺了400斤 OK殘寶一掉 城市中心這裡就要被騷擾 巨頭要繼續往前推進了 ERA這邊要趕快展出大量的步兵 槍兵加各的衛隊防守才行 不能再繼續打這個 攻城戰 守城戰 但是火炮 可能還是要再按一下才行 至少先按個一台 給對方巨頭壓力 跟壓制對方火炮才行 不然會被繼續壓制啊 哎呀化學點了 但是好像沒有時間去點一下 火炮 這個火炮 要回頭打一炮 不行這個我一定要拿 死了都要打這個炮 OK這個炮果然是臨死之前打的炮 沒問題 最後多打了一炮賺了不虧 好接下來 現在各的衛隊四隻 好來到了十二隻了 正面趕快往前衝 這個火炮 最後只換掉了一台巨型頭司機 走進來 來不及獨城戰法 這個獨城來不及了 好上方的城堡繼續進攻 提示拆掉 農田一片狼藉 Kera要趕快把這裡失去的田 趕快拿回來 好現在各的衛隊有明顯的防禦優勢 可以扛住一些城堡的傷害 但是依舊有點扛不太住 但是還抓到了一些村民 這樣就不虧 好結果過來挖石頭又被城堡射 Kera這邊 有點虧啊 村民一直在下降 好各的守屍巨頭 這一波要抓到了 這一台巨型頭司機沒問題 拆的有點辛苦喔 好拿下這根城堡之後 這個石頭就能開採了 自己守住這根城堡的機率 就會稍微提升了 那現在西班牙人要打贏 哥的衛隊最好的辦法 就是轉出更多的洛馬 用洛馬去頂 或是轉出遊俠 或是配上步兵的 步火槍喔 一般射箭場的火槍兵 就很可以輕收守住了 所以西班牙人這邊的目標 就是轉火槍跟肉馬 這兩樣東西就可以了 槍兵跟哥的衛隊 就能稍微守住了 好這邊轉兵觀點很正確 但這邊自低村民嗎 怎麼一堆屍體呢 應該是自低村民喔 感覺人口有點太多 好資源開始繼續補 補射箭場 火槍力出來 哥德爾就難受 好 大洛馬過來 找到了機會 拆掉巨型投射機 兩台都沒問題 還可以曠招翔 三隻僧侶 應招招到了 但是巨頭已經不保 好 HERA這一波交換之後 又損失了六百斤 現在一堆肉馬 開始抓 開始抓 好可以抓掉了更多的單位了 現在 右邊 這裡 怎麼四處都有步兵在繞啊 HERA也沒有放棄殺老對手 你弄我我也弄你啊 大家一起來弄 這些村民已經抓了很多啊 HERA的村民樹已經不滿一百村了 在92村 西班牙的村民樹還是遙遙領先的狀態 現在HERA已經有點炸裂了 但是HERA還沒有投降 他覺得自己還能WIN 會WIN哦 到底會不會WIN呢 好 那這邊要轉戰毛病了嗎 不然這個火槍怎麼處理呢 直接硬扛嗎 硬扛的話我覺得是扛不太下來的 人家走欸 很有優勢呢 好 這裡終於發現後面有哥的衛隊 收吹一下 那我是覺得打四季帝國 在後期的部分 看地圖的頻率 可能會比英雄聯盟還要高啊 雖然我打英雄聯盟都在看小地圖 好沒有在看畫面 哈哈哈哈 因為會看小地圖的人 這個對於RTS遊戲 這種戰略遊戲的優勢就越大 因為地圖上 會告訴你很多訊息出來 例如現在有什麼資源啊 現在有什麼地方 哪邊在進攻 敵方在哪裡騷擾 你要預判他的預判 你就可以知道自己 到底哪裡 防守是比較劣勢的地方 就可以去提前預判他了 好 那現在HERA 現在是把一些哥的衛隊往後拉 但是遇到的是對方的肉馬 但肉馬呢 互打的話 哥的衛隊又會虧 所以現在 HERA要打贏的話 要趕快把三點 三級攻趕快點出來 不然看這個肉馬 直接硬吃割位 也沒什麼問題 所以 西班牙人這邊就很輕鬆 火槍配肉馬 哥德這邊的套路 就會被壓制住了 甚至轉戰毛兵 也會被這個大肉馬給壓制住 這就是哥德後期比較難受的地方 好 西班牙火炮工程 這個開炮速度很快 這個間隔很短 一直開炮一直爽 這根城堡沒有打算要修嗎 這根堡不修的話 經濟就會崩喔 不修 決定把石頭賣掉 換黃金 打一波 現在想完就是一波打架不成功變成人 這波架我肯定是打的 好 但是肉馬已經溜進來了 正面的火炮 繼續拆除這邊的圍箭 後方肉馬多線進攻 槍兵還在戳 OK肉馬 肉馬來 吐了吐了吐了 把他戳光 好 正面的槍兵往前要小心 往後拉 再把兵數量14隻 好 現在火槍往前頂 肉馬過來 繼續輸出 槍兵 來 去戳 大槍兵一直沒有機會點殺 有點可惜 OK 終於把這些肉馬搞定了 但是這些火槍怎麼送了一波的西巴人 沒有用戰崗模式 全部被吸引過去 被TC給射穿了 這一波Hera有吸灰了嗎 開始有點打回來的感覺 巨型投石機 這邊也在攻城 要是西班人一直花黃金去買石頭 那就代表這個節奏要變成Hera的節奏了 開始在買石頭囉 這個買石頭會買出人命來的 不行不行 這麼再買了 趕快來挖石頭吧 這裡有一塊石頭趕快挖 好 那現在Hera最需要用到的方法 就是讓對方一直買石頭 讓他的黃金變少 然後待會遇到的黃金兵 就會越來越少 他就把全部的黃金拿去買石頭 這就是Hera現在想要用的方法 這應該是獲得的效果 這個效果越好 欸 來了 高地打兩炮 這三滴 再一炮拿下巨型投石機 好 這個空包應該是不會有事 買了總共400石頭 一直修理 但是這面的部隊已經被哥倫衛隊 加槍兵給撩了過去 Hera這一波直接成功反打 西巴人這一波火槍兵並沒有拉打 剛剛這邊光是買石頭修城堡 就沒時間控制一坨兵 結果往前A 反而被哥倫衛隊A就完事 漂亮了Hera 在絕對的逆境之中 突然又有一線生機 這就是巨頭攻城法 進攻就是最好的防禦 哇靠 西巴人這邊尷尬了 大肉馬還是沒有提升上去 Hera的三攻已經補下 那這裏有機會補槍兵了 900 300肉 補個搭槍兵如何 好 上面TC受到干擾 那現在哥倫衛隊 辛蕊也還沒有補下 三攻先點 野金被偷挖 Hera好像沒有看到 有看到採礦地 好突然想到了 這邊可能有人在挖金 大了一些村民 各位開始往後繞 後面肉馬開始過來 Hera並沒有把黃金先投資在槍兵升級 而是哥德威隊三攻更多的數量上 好這一波過來 西巴人點下了金罐 霸權 霸權一點下 村民的血量會變多 生存能力更好 甚至可以手勢對方的哥德威隊 也不是很大的問題 接下來 Hera 要反殺了嗎 現在西巴人的攻勢已經完全停止 霸馬過來都是送 沒有辦法延續剛剛的攻勢了嗎 好結果後方 這裏霸馬有抓到一些村民 但是Hera在這裏也有一些哥德威隊 這些超強部署打得很好 好這裏補了一根城堡 好用少量哥德威隊 讓對方家裏補城堡 這個也是Hera想要獲得的效果 你家裏補城堡 就意味著你石頭越少 待會可能黃金又要再繼續買石頭了 好這裏控制這個黃金 Hera村民宿現在是95村 對53村 現在火槍部分有21隻 好洛馬開始追村民 好過來過來去追 火槍兵現在還有9隻 這位過來往前衝 乖拉 航子彈往前衝了 還是有點害怕 退一下退一下 有火箱很怕的 好這裏等一下 好這裏有一波巨頭抓掉 漂亮 洛馬繼續追火槍也是 要取決戰了嗎 這波決戰 洛馬扛在前面 但是其實這邊只要用洛馬爭取一下時間 火槍繼續輸出 欸 這把是路易斯阿 哇我們看完了整場比賽 結果才發現這個ID 是不是顯示錯誤啦 哇原來是路易斯對Hera 搞錯了搞錯了各位 遊戲到了結尾才發現這個是路易斯 我想說這位玩家有這麼強嗎 原來是路易斯 那就OK了 好 那這個 戰況 一切合理了 好 好 英國天才少年 今年18歲的英國最強玩家 好 西班牙人 路易斯 這個有時候 CA 會把這個 剛剛看過的RP 喔 這個ID給搞混住啦 這個 這個算是Bug嗎 這個Bug好像一直都沒有改掉 怪怪的 哈哈 好那 接下來我們繼續看比賽 好 Hera這邊下方 哥德人 我們就抓了一波村民 正面的火槍稍微打回去 但是有點難打 後面的肉馬還在繞 槍變升級 還是沒升 現在還有黃金可以再繼續狗一下 又突然能打了 但是Hera的村民術一直不是處於高位術喔 村民一拉上去又下降 拉上去又下降 對方肉馬騷擾實在是有點煩 路易斯的桌線打到Hera家裡 有點生活無法治理了 OK 那現在四隻戰矛 繼續輸出 出一次 火槍送掉了一些 好 但是二金龍這時候補下 有點微妙 這時候再補經濟科技 他可能覺得我村民一直150村 阿爲什麽經濟這麽差 為何呢 他不知道 好 趕快補下經濟科技 Hera這邊戰矛兵也出來擋了一下 OK 戰矛 配各位 還有步兵 右邊這個城堡 快被攻城成功囉 三台巨頭 一直沒有機會去抓掉 好 第二波的大羅馬又來了 Hera還沒有放棄 好 拿下城堡之後 Hera已經沒有城堡了 也就意味著 沒有巨型手撕機 待會的工程 全部得依賴靠這個 巨型火炮了 不然就只能手撕城堡這兩個選項了 所以對於Hera來說 現在是絕地的禁忌了 非常絕望 好 火槍過來 OK 戰矛兵被抓 戰矛兵硬去往前 這裡要小心 後面槍兵很多 戰矛兵還在追 巨型頭刺機往後拉 洛馬繼續騷擾 OK 這一波應該沒問題了 我們把這個畫面調一下 OK 好 戰兵變成路易斯老了 好 戰矛兵現在繼續往前推進 好 這裡各位 沒有再繼續慘 戰矛兵現在變成大中數量了 戰矛兵還在追 呵呵呵 追追爽微 還沒有 就是要追 再抓個村民 然後中文不追了 讓我回頭 偷開一槍 還想調皮阿 路易斯 他就是在等你回頭阿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這個火槍要送我阿 剛剛跑這麼久結果還是得送掉阿 好 現在七隻各位 這裡又一波多謝 好 直播交土戰 七八人 優勢還是很巨大 來看一下市場價格阿 現在這裡買賣差不多 剛剛有來有往 都有在買賣 市集在哪裡呢 在這裡 好 現在可以看到 現在改版之後 這個食物的阿 價格阿 非常的誘人阿 賣一個 100肉可以換79塊黃金 真的是大幅提升了 四季帝國阿拉伯後期的 吹黃金的問題阿 肉可以賣得更久一些啦 好 這裡火槍 還非常直接手撕火炮 火炮被點掉 HERA這邊防守 打得不錯 槍兵直接戳掉大量肉 火槍要收進城堡裡面了 收進去放出來 HERA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路易斯 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這場比賽 HERA最後是被18歲的 英國天才少年 路易斯拿下的比賽 這就是為什麼 我很喜歡播路易斯的比賽 因為他的實力 真的是有這個世界冠軍的味道 雖然有時候比賽 一些天梯比賽裡面 他會出現一些奇怪的失誤 但是我覺得 並不影響 他對上世界冠軍心史的這種實力 但也是因為 這把HERA是選到了哥德仁 所以他也會比較劣勢一點 哥德仁打西班牙人 本來就不好打 但路易斯也可以在利用自己的 優勢我名時候 拿下世界冠軍 這一點我相信也是絕大數人 99%的人 即使你是優勢我名的情況下 你也是打不贏世界冠軍的 但是路易斯他卻是可以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EMAIN 1號 1號 4號 2號 4號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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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號